本季TV又回來了,24季第12集 這次我們因為尊貴的德哥在搞飛機 所以由我們講這隻 這隻是怎樣叫呢? 彩虹鳥嗎? 德哥,這隻是怎樣稱呼的? 塔塔巴? 不是,塔塔塔摩 塔塔摩 人文這麼厲害 就是最新的特別編,還是劇場版的一個最終的形態 好厲害,好厲害 好了,一起玩 終於三兄弟出現了 好,這次要介紹的就是這個真骨雕 很大的落差的評論 無論是劇場版或是OVA 或者最主要是實物 都有幾不同的評價 這次始終是這個 塔塔塔的Eternal 有沒有記錯? 沒有啊,沒有記錯 Eternity 是 叫做真是真真正正正 我相信不會再有第二個 OZ的Final Form 是,Final的Final 是,Final and Final 當你問我,我就著這個故事 我是非常喜歡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路小的 是 我屬於前者 那些人 那些人 就是因為 可能 太有愛 真 是嗎? 真師 我還記得了 突然坐下 那 我反而挺喜歡結局 也挺淒美 是的 影師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我看到他喘著我一口氣 四不瞑目的場面 到現在我都覺得挺震撼的 因為對上一套的電影版 就是怎樣看影師去想辦法 令到這個 突然坐下的名字 我全部都忘記了 是 是 但是這次就變了 多難 多難 多難令到影師再復活 當然 什麼平衡世界的 我不說了 但是正史 蒙面超人的歷史來說 主角要死的 都真的不多 很少 馬上數吧 龍騎 龍騎 DK 可以這樣說的 DK 影師 你強行可以 他不是主角嗎 你強行也可以說 Vice 他在這個蒙面超人四號是死的 還有什麼呢 算了 不再想些壞事了 直接說 多一句 看玩具TV 你看到那些玩具 全部一定 連膠紙都未撕 對 剛剛才可以 所以可以馬上看 撕膠紙的壯具 但是先頭我看他這隻 顏色真的很繽紛 所以我會想 他的QC究竟如何呢 大家最重點就是想看 德哥你評價呢 其實我剛才評價了 如果純粹說 和坊間的比 這隻是不錯的 我再重新多次 和坊間的比 是不錯的 外面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外面坊間多數 其實這隻都已經有問題了 是嗎 但是你和外面那些 嚴重的Forge去比 這些根本是小毛見大毛 你這麼好彩的呢 他好彩而已 不是我好彩 如果只是說這隻的問題 就是大腿的膠料 有些花 都不是上色問題來的 另外就有部分 我不說哪裏 有部分位置是見到一些塵粒 照噴上去 但是除此之外 譬如說一些 風花爛裂的情況 這隻是沒有的 是呀 吻散了 但是其他坊間那些 譬如說胸口 突然有一塊 儀式貼上去 嘩 這麼大 又或者同時 都是這個胸口的桃藤 有一些花 後面那五條羽毛 花 甚至是面罩裡面 那個紅色有一塊 我都見過的 嘩 可以多一句 這隻算是這樣的 這隻算是這樣的 還有其實這隻的形狀 它用了很多漸變色的顏色去表達 對 應該是史上Oss來說 顏色最複雜的一個 對 最誇張最複雜的一個 但它好像真的做得都幾平均 對 嗯 這是一個很有型的設計 剛才拍了裡面 好 有八隻手給你玩 先用一隻手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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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 還有它有一個透明面罩 好漂亮 對 所有都是透明的 對 那些桃藤是幫你撕出來 哈哈哈哈 給個 close-up 看看它的桃藤 多麼精細 不撕 Toto有多少個 六顆 六顆 七顆 八顆 七顆 七顆 五顆 對 這真的有嗎 好像打開 打開 打開 方便你塞些什麼 怎麼打開 這麼漂亮 這隻真的好漂亮 對 我的貓貓比較低 有一個 書明書 哦 對了 可以打開 把這個方便放進去 還有可以大家看看 表面的著色 還有雕刻 好 好 這個 這個 QC 果定 這個 如果計算 六百多元 這個真的值得玩 我感覺 重點是你的東西 在一個正常QC的情況之下 就是了 因為我都不能夠撇除本身 所有受害者的聲音 極極虎放 對了 那 那 三個 鳥系聯組的Cons 就輸不 不刺 對 危險 Toto有七顆Cons 給你玩 好 放低一點 好 這款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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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八 五 八 八 八 六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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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八 八 八 六 六 刚才说了,因为始终是用了硬身 如果用一条铁线穿过那些,成本就会高很多 所以可以移动的,只是靠最顶和背部接着那一节去移动 你猜坊间的改造会不会出一些可恶意的翼翼呢? 也有机会的 因为这个比较硬的,色水可能会保持得更好 这个是滴,没错 如果用软胶,你真的转过头就化掉了 没错 好,那就是这样,这回事是活动了 头部没问题 肩膀就放在前面的顶上 这个位置有点滴,这个位置也有点滴 有点滴 不要硬挖上去,一下子就 出事了 所以你移动的时候,特别是肩膀 你最终是调调一下肩膀的方位 然后你才移动这个肩膀关节 那你就会更安全 腰的旋转 腰的向前 都是向后 有点滴 对,有点滴 大腿都是一贯真骨的肩膀 是 吞下肩膀 有点滴 有点滴 反而是否这个剧中没有用过 那只脚的脚? 你只吐气? 他那只拉打击才是厉害 原本的Tajardo的拉打击 就这样放大鹰爪 它是上下鹰爪 整个夾子 但它又没有给到 绝对是没有的 所以摆明是差点 角色就没得了 但玩具本身有 若干多的改善空间 那当然你如果不计计一些特效件 而就这样立刻的话 是没有投诉的 那当然同样地 在这个QC正常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这只 我觉得是 算是收工之作 对 还有没有机会出其他东西? 什么叫收工之作? 就是今天最后一只 谢谢 如果只是主角押士 我印象中都七七八八了 反而其他 譬如说带角押士 那些就没有了 因为它正如Abirth的 D.I.R.T.H 好像再有外转 已经呆了 再呆了? 已经呆了 只有一集 没有两集外转 是吗 它是因为试过腰带 跟着就回到另一个时空 哦 跟着就跟这一 就是它所有人的角色 性格全部不同了 而Final Boss 就变成了 这一集 我还没有名字 这个是一亿蓝 哦 那这只只买造型都值得挑 真的 真的漂亮 真的漂亮 这个造型挺好的 好去画 而且重点是它在一个着色和设计方面 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 就是不一定 我再加上看完一套的 个人的情感分数 所以这只就不能走 真的 有没有Best Buy 那这只会不会算是2022年其中一个Best Buy 呃 我 我那只的QC 看看是如何 没有 没有 好人 一生无平安 好 谢谢你 好 稍后再见 再见 再见 那一代无面秀人 他其实都重新计计过我的风格 是啊 全部炒冷饭 sorry 对啊